怎么办怎么办 再不瘦下来 那以后怎么办 只能以后叫我爸 我妈一辈子咬我 我在学校 因为我是我们就胖了 因为在那会儿 他们就老跟我起来 就失意又承认不住了 压力很大 上学时候同学都笑我 所以特别难受 跟同学出去玩的 什么东西因为体重而玩不了 有很多人都用 另类的玩法 说我 就是行动不变 行动不变 如果思想长的话 可能对他心情又肥大了 把音频道软导 走出去不好看吧 心体也不健康 在所有因为肥胖引起的不变中 自信心降低是最普遍的现象 而一项针对儿童肥胖的研究显示 肥胖的儿童和正常的同龄者相比 容易更早地学会抽烟与饮酒 另一人就发现 9到10岁之间的肥胖儿童和正常体重的儿童 在自信心方面没有明显的差距 然而到了13到14岁时 肥胖儿童的自信心开始变得越来越差 这种变化在肥胖女孩中尤为明显 占60%左右 而正常女孩只占43% 家长们也是在意识到这种状况的情况下 把孩子送进了减肥训练营 留在周和李志斌 也就是在这里 开始慢慢地改变着自己 这减肥效果确实真好 我就感觉这次 它这第一期和第二期回来的效果 你看讲的就是45点几公斤 90多斤肉下去 由原来280多斤 变成190多斤 我没想到 我这孩子真有意志 就得这样做呢 那减肥回来以后特懂事 就跟变一个人似的 真的我不一点都不夸张地说 反正人也白了 也挺瘦 反正血液挺高 当时我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最大的就眼圈 整个眼圈就没了 皮眼圈没了 就给我最大的印象 特别高兴 因为用张伟的眼睛 被这眼睛 我突然用我没少在他去 反正我们儿子成功了 身体变了 生活习惯也变了 回到家间后的刘载舟和李志斌 远离了过去的那种饮食习惯 并开始走向河里 他在宝地窝的时候 回来看我 那个多吃松头 多吃末儿 对我启发也挺大的 所以从 无论我们自己 也从饮食上 各方面也很注意 对我也减了肥了底筋 后天的生活习惯 导致了肥胖的发生 而这一切对于儿童来说 家长的生活习惯 与喂养方式 无疑是 又发孩子肥胖的 一个主要原因 因此 培养孩子一个 良好的生活习惯 要从小抓起 只有这样 才能使孩子健康的成长 面防孩子肥胖 就从自己做起 设立一个好的榜样 为孩子从小培养 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吧 我们的节目 已经开通了 非常贴身的 瘦身男女短信服务 移动人户 只需要编辑短信息 VIP 发送到10668600 您就可以参与了 这样您就可以 享受到营养专家 还有先生教练 为您提供的 非常专业的瘦身建议 而且还有非常实用的 健康信息 记得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 是每周一到周日 晚上的6点20 重播时间 是每天下午的1点50 另外呢 您还可以通过网址 www.42.com.cn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明天再见